终于要去打新冠疫苗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好困啊 真的很痛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比昨天更痛 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我的上一支影片 还是二月vlog 现在都已经四月份了 我的天啊 时间过得真的超级超级快 那这么久没有拍视频 也是有原因的嘛 是因为从春节过后 我们就做了一些新的决定 还挺重大的决定吧 所以导致我们的生活 突然间变得非常非常忙碌 除了每天上班之外 还有自己私底下的事情要做 所以就一直都没有时间和精力 拍视频分享生活了 那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搞完这件事情 还在进行中 所以不方便跟你们分享 等之后吧 再过一段时间 都准备好了 就跟你们分享 现在这卖个小关子 其实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那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我终于终于终于 要去打新冠疫苗了 耶 我真的约了很久才约到 超级难约的这种appointments 因为我是做教育行业的 其实我一月份的时候开始吧 就已经qualify 够资格去注射疫苗了 但一直都刷不到appointments 真的是抢得很凶 然后一直刷不同的网站找的那种 然后终于终于前两天被我刷到了 其实我身边很多同事啊 还有同行的朋友们 都已经打完疫苗了 然后我也听到了 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和故事 他们打的不一样的品牌 打Pfizer的也有 打Moderna的也有 打Johnson Johnson的也有 每个人的经历和之后的 不良反应啊 副作用啊都不一样 所以我还挺紧张的 而且我是那种就很讨厌 不舒服 还有很怕打针的一个人 所以今天都有点紧张 那我的话呢 是要打 打Pfizer 就是辉瑞的疫苗嘛 今天是第一针 然后再过三四周打第二针 所以想说用这支视频 记录下我打第一针疫苗的 整个过程 还有之后可能会 遇到的不良反应啊 还有副作用 这样跟你们分享一下咯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我还没有下班 我的预约是下午五点十五分 所以就等我下班之后 直接开去家门口 附近的一个Walgreens打 那我们就一会见咯 拜拜 老公你紧张吗 我又不打针 为什么要紧张呢 我超紧张 进去进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如果有任何伤症的反应 然后有瘤症状态 耶打完了打完了 给了我一张小卡片 打的过程吧还挺顺利的 就是进局之后你要签到嘛 然后给你填一个表 就是问一些就比较 就是general的问题吧 问你有没有过敏呀 有没有最近接触过covid 来替你的病人啊 有没有不舒服呀等等这样的 对然后填了表之后就 等了一会儿他就出来给我打针了嘛 打针也很快 不到一分钟就打完了 就像平时打针一样 手臂会酸痛那么一会儿 然后现在目前感觉还ok 希望等一下晚上不要不舒服吧 打针那个人也跟我说 一般都是第二针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不适吧 希望是这样吧 我们现在去买一个晚饭 然后去买我最喜欢吃的越南粉 就想喝点暖暖的感觉 有助于打疫苗我觉得 哈哈哈 好 那我们现在去买饭啦 嗨大家 现在是晚上八点十九分 我刚刚吃了晚饭之后去洗了个澡 休息了一下 现在距离我打针已经三个多小时了吧 目前我是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的反应 现在唯一就是开始觉得我手臂这边打针这个地方 开始有酸痛的感觉了 尤其是像抬高啊或者是拿东西就会很明显 那我现在就是尽量在多活动活动这只手臂 想转一转啊抬一抬什么的 好像听说如果学习惯的快一点可能会有所帮助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现在就是目前三个小时的情况 总法还可以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现在是晚上差不多十点 我准备要去睡觉了 感觉好累啊今天 就困得特别早吧 嗯 我其实刚刚在录那个三个小时之后 给你们说我手臂酸嘛 那个时候是八点钟 刚刚拍完那一段也就差不多八点半左右吧 我就觉得非常困了 就突然间就困了一下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打疫苗 有可能吧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今天下了班之后 没有运动 就是因为我这几周 其实还都挺就是作息还挺规律的吧 就是下了班之后可能去三个步 最少三个步 要么就是打球啊跑步什么这些的 然后就是下了班之后运动一下 就感觉整个人就精神很多 那吃了饭之后也不会觉得困 大概11点以后吧 才会开始就觉得需要睡觉了这样 但今天我就觉得吃了饭做了一会儿 哎你八点多钟 准点不到就已经特别特别困了 然后我就坚持着没有睡 因为我怕如果太早的话 可能半夜会醒会更不舒服嘛 所以我就现在差不多10点了 可以去准备睡觉了 因为我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太困了我的天啊 对就是很困 然后胳膊还是酸 大针那个地方 酸痛酸痛的 嗯 好 那我就去睡觉了 大家晚安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个人 现在是下午1点38分 我准备去睡个午觉休息一下 我今天请假了 因为之前听朋友啊同事很多人都说 打完疫苗最好还是休息一下 那因为我约不到周五的快闷嘛 所以昨天是周二 跟周三我就请假休息在家里 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虽然我打第一针 反应不大 除了就是胳膊真的很痛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比昨天更痛 我现在就抬胳膊都很费力 超酸痛 除了胳膊痛 整个人会累得很快之外 其他就还好 那不累的时候完全没有其他症状 累的时候困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小晕 需要睡觉这样 刚才本来吃了午饭之后就想睡 但是我们家外面一人一直在干活 在打扫清理院子 还有那个洗地板什么的 超级吵 现在终于他们干完活 我可以睡午觉了 好 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一会儿见 请他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扫清理院 现在是下午的5点08分 我刚刚从外面回来 现在也是距离我打疫苗有24个小时了 目前整体的副作用吧 我觉得还好 不严重 但是是明显的感觉到 越来越有感 怎么讲 就是像昨天打完针之后 当下是没有感觉的 完全没感觉 然后吃了饭之后 吃了晚饭 洗了澡 休息一下才开始觉得累 然后胳膊开始越来越酸痛 那今天其实是更明显 觉得胳膊真的很痛很痛 就抬都很困难的那种 然后整个人也非常累 就算睡了午觉也没什么用 就还是很累很晕的感觉 出去散了个步 现在感觉好一点 但也还是有点晕 等一下可能吃了饭 吃点水果就睡觉就休息了吧 希望明天恢复正常吧 因为不是大家都说打疫苗的第二天不舒服是很正常 但之后就会有好转吧 好 那就只能明天继续观察一下了 我终于又坚持到了快要十点半 我现在要去睡觉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好困啊 今天从中午不到就一直很累嘛 然后睡了午觉之后 也还是特别累 特别困 我要去睡觉了 我觉得这个一直困一直累 肯定肯定是疫苗的副作用 那平时的话不会这么困 好了 那晚安了 我们明天见 希望明天我就恢复正常了吧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热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热 点赞 转发 打热 点赞 转发 打热 嗨大家 现在是差不多下午到五点半 我刚刚下班 那现在也是距离我打第一针疫苗 有超过48个小时了 今天呢 基本上就已经恢复正常了 除了手臂这边还是会有点痛 尤其是这个动作 对 但是比如昨天已经好了很多 昨天整个上肢都超级痛 就基本上怎么动都不行 抬不起来的那种 今天就好了很多 然后整个人也不觉得累和困了 今天我上班了嘛 所以也没有时间睡午觉啊 我也没觉得困和累 就很正常 真的是很多人说的那样 打辉瑞第一针之后 副作用真的不大 就顶多是第二天胳膊很痛啊 然后很困很累这样 只要多睡觉 多喝水 都是蔬菜水果 就没什么问题 好 那这支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 希望你们喜欢 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